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刚官宣的甜宠剧 变成你的那一天 由张新成、梁洁领衔主演 这也是两人首度搭档组CP 相信会有不一样的火花 变成你的那一天 讲的故事很有意思 剧中男主江亦是一名男团的顶流小生 在自己生日当天 与天天报道他黑料的娱乐记者于生生互换了身体 两人都猝不及防 只能在手忙脚乱的情况下帮助对方遮掩真实情况 看到男女主互换身体的剧情 大家是不是很感兴趣 有眼前一亮的感觉呢 这次男主变女主 女主变男主 互换身体后来一次奇妙的恋爱之旅 相信大家也会很期待的吧 男女主互换身体的设定 说实话 这对男女主演员的演技还是有一定要求的 要有灵性才会演得让观众幸福 这次出演男主角江亦的演员 就是在新生代小生中公认演技好的张新成 张新成不用多说 当入行就拿过中心第一 出道以来演过很多经典的影视剧角色 比如贺子秋 林阳元重新 李雨滴等等 各种角色都能塑造得很好 但在看到张新成在剧中的造型后 粉丝观众还是被笑到 演了这么多男神了张新成 原来还能这么娘 形象有点颠覆呀 这气质像极了小女生生气后给对方打电话的样子了 这也是因为张新成演的男主在这个时候 其实和女主换了身体 想到张新成在剧里看到男生会脸红的样子 就莫名想笑呢 然后再看女主余生生的扮演者 是最近很火的梁杰 近期由他主演的双世宠飞三 以及燕归西窗月热度都很大 现在又定档一部感觉要被他罢评了 不过余生生这个角色是很多粉丝最期待的一个了 因为人设缘故在剧里梁杰要演出男主的人设 身体是女主但灵魂是男主 在预告里首次亮相了梁杰这气质也有点男人味了 而林静新剧开播张新成和梁杰也发博宣传了 只不过宣传方式也格外有趣 梁杰在正常宣传后张新成转发屏幕说 哥哥你是不是灯错号了 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这个联动简直绝了 另外在《变成你的那一天》剧里 还有不少优秀青年演员参演了 比如赵志伟 周志源 赵瑶柯等等 都是高颜值的新生代演员 据官方发布的订档一告 该剧将在6月17日上线 你期待这部剧吗 天哪 我要CPA是什么 CPA是什么 我赶紧查一下 CPA不会是和织网一样的东西吗 应该不是一个 CPA是什么 CPA考试 注册会计生 吓死我了 我以为跟我有关 我以为跟我有关 吓死我了 吓死张新成了 他还以为要和翟天林一样 结束职业生涯了 好吧 终于多一些 等一下 我升级 我不是 有的 没有 不行不行不行 这么高 我直播间的画空变了 你真的是坑我 是什么呀 我没开到说一说 啊 这是在干嘛 就是网络主 在线喊麦 DJ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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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胜利的曙光 哦 哦 会动翅膀 不畏风暴的飞翔 哦 哦 指引着我心中的方向 哦 哦 哦 I don't wanna think about it now I don't wanna think about it now I don't wanna think about it now I don't wanna think about it I don't wanna think about it now